13 过两天我结婚 到时候一定要过来热闹热闹 浩子 你可以啊 这几年没见 你都要结婚了呀 行 到时候一定过来 金秘书 过两天我发小陈浩南结婚 你准备一下 我亲爱的老板 我马上让人准备十吨海鲜带过去 杜烟 这是准备去吃席吗 傻狗 人家这可是结婚 你到时候收敛一点 13 好久不见 13哥 好久不见 浩子 恭喜你啊 终于找到人管你了 还有蓝蓝 好久不见 都长这么大了 嘿嘿 我跟你说啊 我 13 你等我一下哈 我接个电话 嗯 什么 必须租最豪华的婚车车队 宾利 劳斯莱斯 还有家常180米长的林肯 妈 你这临时换车队不是为难我吗 今天就是婚礼了 我去哪里租这样的豪车去 嗯 什么 租不到就推迟婚礼 你 你 嗯 怎么回事 本来我准备了十辆牛马去迎亲 结果我媳妇那边又变卦了 说必须要顶级豪车 哎哎哎 先不说这要花费近十万 就说有这个钱 现在也租不到啊 时间上怎么来得及 哎 他们怎么能这样 搞什么 一会说财力少了 从三十万加到五十万 一会说房子差了 要我们买富士套房 现在又要租豪车 这婚礼还办不办了 你别发脾气了 快想办法吧 不然他们真把婚礼推迟的 那我打电话问问 都问了 这县城的婚车都被人租掉了 更别说什么好车了 那怎么办 不能让这婚真结不成啊 兵 恭喜宿主获得新的打脸任务 帮助陈浩南顺利结婚 娶上新娘 系统奖励恒小集团100%补全 外加双胞胎美女保镖一队 任务失败 扣除金腰子一个 系统大大 成功了奖励恒小集团 失败了扣除金腰子 这怎么算都吃亏啊 蠢货 这就是给你的惩罚 这都多久了 资产还是十万亿 整天摆烂还有脸了 你要是努力一点 我给你一个惊哦 惊喜 别到时候是惊吓就行 没事 耗子 我打电话问问 难道是和朋友借车 能有多好的车 自断加要的可是那种几百万的豪车 它能弄来了吗 我看学 这年轻人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喂 经理说 对 买几辆车吧 科尼赛格 希尔贝 阿斯顿马丁欧 恩义琪琪 兰博基尼毒药 帕加尼 布加尤各一辆 然后什么奔奔牛马的都来个几十辆吧 凑个66辆 一个小时送过来 好的老板 祝爷 这些车老大仓库里面不是有吗 还要买 傻狗 仓库里的怎么能有新买的豪华 老大这叫格局懂吗 这就叫格局吗 我懂了 我的天 66辆豪车 这得多少钱 但这种顶级豪车 不是得提前订购吗 没半年 一年的时间 哪里开得到车啊 是啊 还一个小时就送过来 你当是买大白菜呢 耗子这兄弟也夹了吧 这么能装 十三哥 你别开玩笑呀 否则我爸妈就生气了 我没开玩笑啊 等一个小时不就知道了 歇 你买的是玩具车吧 就是 能不能不这么装 这都一个小时了 还车队 连豪车的影子也没看到 肯定是吹牛皮 我就不幸有这么厉害的神豪 能花钱买个豪华车队 那可是价值几个亿啊 天啊 真的是豪华超跑啊 这也太漂亮了 卧槽 这什么情况 他真的搞来了 我丢 这和十三说的车 似乎是一样的啊 难道 这真是十三买的车 十三先生你好 您订购的车队送到 警察收 嗯 耗子 看一下吧 我靠 既然是这小伙子买的 这得多有钱 是啊 这得有多牛皮啊 十三哥 你太神奇了 哇草 十三 我谁都不服 就服你 老婆 车队搞定了 而且远远超出规格 到时给你一个惊喜 那就好 我告诉我爸妈 爱你 什么 豪华车队租到了 不行 得再刁难一下 把婚事搅黄 一个穷鬼也想娶我们家的宝贝女儿 我马上打电话 这么简单就把我们家宝贝女儿骗走了 可不行 什么 婚礼不能在三星集 九点半 必须在五星集九点半 但我已经交了定金啊 现在也来不及换酒店了啊 妈 你就行行好 别折腾了好吗 我和段颖是真心相爱 杀 完了完了 要求把婚礼改到五星集酒店 否则就不把女儿嫁给我了 这太过分了 这婚礼不办了 你以为找个媳妇容易吗 都到这时候了 怎么还能放弃 乱影人还不错 比他妈好多了 儿子 你问问她的意思 喂 老婆 你妈让我换酒店 现在定金都交了五万 换酒店的话 那是拿不回来的 你看咱们能够拿 哎呀 我也拗不过我妈 你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不就是换个酒店吗 也不是太难吧 不是 这费用要贵十几万的 我家负担不起了 你能不能去说说钱啊 老公 我都说过了 真的没用 你咬咬牙 挺过去这一关好不好 没用 他妈压根不想把女儿嫁给我 铁了心要搅黄婚事 这一次被害惨了 我先问问酒店还有没有 我扔你个低级 这么过分 就是娶个媳妇 这么难吗 我们女朋友小花 从来不敢这么对我 完了 三天后还有位置 今天真的没有了 十三哥 你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这个是一个电话 就买了六辆豪车的富豪 若他全力出手 应该能有办法吧 是啊 估计只能看他了 我打电话问问看 王总 我是十三 十三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吩咐 我有个兄弟 今天结婚 酒店还有场地吗 有的 十三先生 我马上安排 五星级酒店没位置 但七星级酒店有 没事 什么 七星级酒店 那费用岂不是要多出很多 计划多少桌来着 大概五十桌的样子 我已经问过了 十万一桌 一百桌的话 也就五百万 什么 五百万 我的天 这杂锅卖皮也拿不出来呀 我靠 五百万 这婚还是不结了 我看这老班 究究是故意刁难 我可不能因此倾家荡产 对对对 不结了 太欺负人了 是啊 谁结个婚花五百万啊 这不是把我们当员大头吗 哎呀 他叔 他二姨 别说了 这是 婚还是要结的 这五百万我出了 就算我给我兄弟的贺礼了 天啊 出五百万的贺礼 这得多有钱 牛 太牛了 套男交到一个好兄弟啊 杀 不行不行 我不能要 大不了我重新找个女朋友 也不能让你这么破费 对对对 取消婚礼 五百万半婚宴 开玩笑呢 再有钱也不是这么浪费的 别这么紧张 那是我的酒店 五十桌的成本 也就和三星级酒店差不多 不用多少钱的 啥 你的酒店 哪一家 盘古大酒店 盘古大酒店 我的天 这可是滨海唯一一家 七星级酒店 听说是只接近万亿呢 浩子测兄弟 到底是哪路神豪 怎么如此牛逼 是啊 简直是太吓人了 老婆 酒店换好了 绝对让你妈满意 太好了 我正在发愁呢 没想到你就把问题解决了 你真棒 这一下 不会出什么幺蛾子了吧 你可不能骗我 否则 今天这婚还是结不成的 妈 你就放心吧 妈 奥南说马上到了 说是很豪华的车队 捡多的车而已 本身就是个穷广蛋 一个月赚个万万八千的 这样的男人也不知你怎么会喜欢 妈 你又来了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你就不能说句祝福的话 来了 迎亲的车队来了 沃曹 第一辆就是加长林肯 似乎是十八米长的 听说的几千万呢 深啊 后面还有计十辆豪扯呢 我的天 都是几千万一辆的超跑 这陈家就一普通人家 怎么可能请到这样的车队 老婆 看到了吗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妈 这就是陈家的迎亲车队 这下你满意了吗 深啊 这是陈家的车队 到底怎么回事 车哪里来的 妈 这车队是陈浩南的兄弟十三 弄过来的 我就说嘛 陈家什么实力 怎么可能弄过来这种豪车 不过他这兄弟这么有能力 定然是大富豪 今天我要狠狠地砍上一刀 放点穴 妈 你别再出幺蛾子了 哼 你弟弟的彩礼钱还没着弄呢 今天这可是好机会 能弄到价值几个亿豪华的车队 怎么可能会在乎多出一些彩礼钱 就是 姐 你就帮帮忙嘛 你也不忍心你弟弟我打光问嘛 啊 这